我不能哭了 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前几天我们发生的下头经历 就是前几天我们从外地回杭州 然后下了高铁之后就直接紧急去按摩店按摩 就是没有回家 按完膜之后呢朋友又找我们去喝酒 我们就去喝酒了 喝酒的时候呢就碰到一个非常下头的梯 就是也不知道是看上它了还是什么 就是玩游戏一直在针对我 就不管是指定人喝酒还是指定人玩游戏 还是啥全都让我喝酒 包括我摇骰子就是都没有掉到地上 就离开了骰中一点点 都说我掉骰要我喝酒 我已经喝完了 他说他没喝 不是对他说他没看到 然后就说我没喝 他的朋友都跟他说看到我喝了 然后他还说我没看到不算 我真的气得要命 然后我气起来我那天晚上就跟他刚刚到最后 反正我也是喝多了 然后我们就回家了 就不想跟他们玩了 然后因为我真的生气了 我就回家 回家之后呢 好巧不巧 他把那个钥匙落在出租车上了 然后他就打电话给那个出租车司机 说能不能麻烦他把钥匙送回来 就是车费照付 反正最后就是那个司机没有送过来 因为他接了别的乘客 然后他就找了开锁的来开锁 然后开锁的来了之后呢 就是在那个锁那边捣鼓了一阵之后 跟我们说你这个锁有钥匙也开不了 现在要把整个锁撬开 对 不信嘛 然后因为我只是出去了一天 然后那天出去之前我还把我家狗就带出去遛了一圈 然后再上来 然后我才出的门 然后我就很觉得很奇怪 就偏偏为什么我出去了这一天 我家这个锁就坏掉了 对 那个师傅就是说你有钥匙也打不开 就是他捣鼓了一阵之后 才跟我们在 对 然后说你有钥匙也打不开 然后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有钥匙也打不开 然后我就打电话给司机 问他如果过来的话需要多少钱 然后司机就说你给我一百块 我给你送回来吧 然后我就给司机转了一百块钱 然后司机就送回来 但等了大概五十分钟左右吧 然后拿了钥匙之后果然就打不开了 然后这个时候就真的很奇怪 如果这个锁是没有被人动过的话 就不可能钥匙会打不开 然后我就去监控室看监控 看我们走的这一段 就这一天里面 有没有人来动过我们的房门的锁 但是我看监控看到一半吧 然后他就跟我说 他说那个开锁的现在跟他要七百五 就是说要翻倍要 然后前面还给了上门费呢 对前面还已经给了一百五 然后现在又要七百五 就是说让他开个锁 不包括安锁要将近一千块钱 然后我就上去了 我上去我说本来是要多少钱呢 他说我本来要三百块钱 但是他自己刚才说 钥匙如果打不开给翻倍的 然后就一直这样子说 然后我说 我说反正你最低能要多少吧 他说四百五不能再少了 我说行我转四百五 然后他们就直接收完钱走了 然后那个门也是没有安锁 然后我们昨天晚上睡觉 是要用椅子抵着门 看了监控就是 没有人 没有人来动过锁 只有他们 对 然后他第二天就找了新的师傅上来安锁 然后那个师傅说 这个锁心是绝对被人动过的 不可能是自己钥匙开不好 开成这个样子 就他说即使就是开不了门 他跟我说他我那个门锁 他是不可能这么拆的 他顶多就把锁心给弄坏了 把锁心给换掉 但是就意思是说我被骗了 我说那你上门开锁什么的要多少钱 他说就一百块 他居然胆敢要我们将近一千块钱 关键是还把整个门把锁都给拆掉了 对就整个都坏掉的那一种 他就觉得他们很不专业 然后我今天就是想起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就去给他们家就他是在大众上面有这家店的 我就直接就是差评给他们家 然后后面他们家回复我是什么 就是说一直说我同行 我说那我转账记录 说你是同行 对 然后我就说要不要我把转账记录给你 然后我就这么跟他讲 我说你们公司的人自己额外收费的话 然后额外的钱自己放自己的口袋 你们会知道吗 我就这么说他们了 然后他们就没有再回复我了 然后他那天晚上的反应也超级高笑 就很可爱 再哭啥 我背了背了背后 我还不能哭了吗 我躲到了 我那么那么怀疾 别哭了 我又不能自己放屁 我还不能发现一下 我不能哭了吗 我今晚就睡不着了 为了这几百块钱我睡不了了 我这么太难过了 我也觉得很离谱 这本来就是要多少钱这多少钱 为什么 他们是来修所的不是来打赌的好吗 他是来打劫的 所以说这个事情发出来也是希望大家引以为戒 对以后租房子你要首先先问好房东 就有没有熟悉的开锁师傅什么的 以免就会发生这种事情 对不过现在大多数应该都是电子锁 电子锁有时候密码什么的失效也有的 然后就是最好不要把钥匙丢了 如果真的丢了的话 就是找开锁的一定要擦亮眼睛 然后他一开始在帮你看那个锁的时候 对那个锁就是 捣鼓了一下 捣鼓的时候你一定要看仔细 我们昨天就是他在捣鼓锁的时候 我们站在后面完全没有仔细看 因为他们是三个年轻人 然后都围在那里了 对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遇上像我们这样这么糟心的事情 对 好 好